圣马头所在 耶稣的受难使 牧人和此肉 巴斯挂晚餐 以唱圣荣结束 耶稣和门徒唱的是 圣荣135篇和136篇 有可能 耶稣由于一个家庭的家长 领唱 请你们称借上主 因为他美善欢迎 门徒回应 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 耶稣和门徒一起唱这篇圣荣 歌颂天主的人慈 天主要慰养所有的生灵 怀念我们遭难的人 牧人和此肉 耶稣知道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引用旧约圣荣 加强对天父的信心 以子的爱 捨弃自己 服从天父的计划 另一方面 门徒们紧紧重复记忆中的句子 其实并不理解 也都不会生活出来 唱完声明 他们去到橄榄山 近期 在耶路撒冷的考古滑掘里面 发现了 从西雍山到黑德龙溪的台阶 路过丐法的庭院附近 传统认为 晚餐厅是这个庭院的一部分 耶稣和门徒一起 顺着台阶 走到橄榄山 在茫茫黑夜里面 一步一步 踏着台阶 耶稣对门徒们 讲解了十字架的耻辱 在寿难史里面 耻辱一词 反复出现 在福音中 重复出现 讲明 这个词导致跌倒 门徒们不适宜的行为 可能削弱见证的力量 导致人丧失良机 但是 耶稣自己成为了门徒的恥辱 他被定罪的情况 让门徒们質疑 他是否真正的墨西亚 圣布鲁也都认识到这一点 在宣讲的时候 明确地讲解 这个主题 他对格林多的教会说 我们宣讲的 是被钉着十字架上的耶稣 这位犹太人 固然是半脚石 为外邦人是鱼网 有几多犹太人 死亡的基督和十字架 是恥辱 他们说 如果是这样的结局 他不可能是基督 如果他是基督 他不会这样死亡 这个就是耶稣的门徒 在那个悲惨的晚上所考虑的 他们看到老师被逮捕 定罪 死亡 他们都逃跑了 这个事件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耶稣知道 他知道这些事 这个困难不能够阻碍他 他再次解释 经常记着的都要实现 引用了扎加利亚先之书 稍加修改 我要打击木人 羊群就要死散 耶稣召集的是这些小小羊群 门徒团体 将要死散 证实了羊群的情况 在这样痛苦时刻 流离失所 遭受劫难 暴风越来临之際 羊群死散了 木人 即天主 耶稣这个人 受了打击 这个恥辱致羊群死散 被打击的木人 正是基督 因为耶稣知道 木头们会离弃他 丧失信心 他知道 他将复活 他也都会宣布了 已经说了三次 人们将他杀害 但是他将战胜死亡 现在 他再次对木头们重复 他将从死者中复活 他将先他们到加利纳亚 关于复活的宣告 超越了门徒的理解 耶稣在各方面 超越了门徒 门徒们尚未理解 建立圣体圣事 这个是耶稣 与门徒共用的最高的象征 伴障住两件痛心的事 一个是宣布尤达斯背叛主 另一个是宣布 伯多禄否认主 梅头们拒绝他的建议 没有进入与他的共用 伯多禄的顺德宣认 耶稣宣布 要在这个盘石上 建立教会之后 称他为撒旦 叛脚石 耶稣已经明确地 告诉他 你是我的叛脚石 因为你考虑的是 人的事 不是天主的事 确实 现在伯多禄跌倒 不是因为耶稣 而因为自己的想法 固执 和看事情的方式 对伯多来说 耶稣成了他的叛脚石 因为伯多禄将他自己的想法 强加给耶稣 好像犹打斯一样 伯多禄期待一位 不一样的墨西亚 伯多禄甚至 意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一如既往那样冲动 看不到自己的限度 即使众人都为你缘故跌倒 我却不会跌倒 耶稣对他说 那一夜 天亮以前 鸡叫以前 这个确信不会跌倒的 一直坚持的门徒 会跌倒 三次否认主 会说 他不认识主 这个是口头上的否认 伯多禄曾说 他可以跟耶稣一起死 其他门徒也都这样说过 这个口头上 实际上 耶稣说得对 他们会跌倒 他们将看到自己的无信 自己的小信得 对我们也都一样 受难事件这一段 帮助我们 检视自己的良心 我们不要在耶稣面前跌倒 他也都可能成为我们的 半脚石 因为事情的发展 并不随我们的心意 但是 我们信靠他 我们宣讲基督的十字架 这个对犹太人是半脚石 不是我们的半脚石 为不信者是愚妄 对我们相信他的人 是智慧 我们信靠耶稣 尽管他被打击 他是牧者 我们确信 他将在我们之前到加利纳亚 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他在前边引导我们 为我们开辟道路 如果我们跟随他 便不会跌倒 我们不仗似自己的能力 我们知道 自己是愚弱的 我们信靠他 跟随他 耶稣对白多禄说 跟随我 他也对我们每个人都说 跟随我 我在前方引导着你 如果耶稣在走前面 你就不会跌倒 信一下他的能力 显示到我们的愚弱 我们让他走在我们前面 跟随他 又要门童门从主学到的 信服他的引导 他们唱了圣荣 就去到橄榄山去 那个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 因为经常记载 我要打击牧人 让个人就要死散 但是 我復活后 要尽你们已先到加利纳亚去 白多禄却回答他说 即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决不会跌倒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白多禄对他说 即使我该同你一起死 我也决不会不认你 中门徒也都这样说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